书届上回 接说这一段雍正见辖图 上回书 咱们说到 马斯把 在这个朱家堡里头 追朱家堡的这个老道 叫五门齐兴道 这人姓赵 这赵老道啊 打算 搬动机关 给马斯把呀 炫的这个小院里头 皆因为这个小院里头呢 有若干的翻板 炫坑 没想到 马斯把快 没能得动手 马斯把到他身后的了 就这一腿 倒把他的腿给踹折了 说是踹折了 实际呢是自己憋折了的 那么这个赵福清 惨叫一声 横在这 这机关也没发动了 马斯把呢 恨他 马斯把当然不知道 这院有什么凶险 一看这地上有个铜拐子 准之他这脚要踹着这铜管子上头 这院子里头必有机关休息 马斯把新的话说行了 这老道啊 他是知道底细 我要把他擒住 生擒活拿 我好好地问问他 可是刚把他踹躺了些 没容的身手拿的呢 就听着身后的恶风不善 有人突袭自己 马斯把身手 拽自己的兵人 这一对绝可了不得了 您要知道 马斯把在咱们这套书里头 在剑客堆里头 也数得上 让这个马斯把量军人 可太难了 一伸手一量自己的绝 回手一接这兵人一瞧 可就是朱家宝的二宗主 这个人 据他们自己说呀 是前名后遗 大爷叫朱平 二爷叫朱琛 这朱琛可是和上打扮 人称铁面佛 那么他 和他哥哥两个人 追到小院 一瞧 老道已经躺着了 知道马斯把厉害 在后边这么一突袭 那大爷朱平啊 双手托日月 您听他这外号 他这个双手托日月就是全长好 他冰人还一般 那么二爷朱琛呢 叫连魂镇背斗 他手里头是一把九连环 这九连环呢 可就劈下来 马斯把拿自己绝 一接着九连环 知道这东西啊 是个软中硬硬中软的兵人 不敢大意 你还别说 朱琛哥俩功夫还是真好 真棒 马斯把饶着是剑 可一对决呀 一时把他们俩人也不怎么样奈何 但说这俩人就双战 马斯把 就能占平了吗 也不行 还是马斯把厉害 尤其啊 这一对决 七十二堂地形决施展出来 这哥俩可就盯不住了 正在慌乱之际 有人大喊一声 说马老健可休要逞强 看我等弟兄道聊 说着话 就由啊 这小院外的追进几个人来 为首者正是桃园桃洞天 谭天谭桂林 杜清风 三口宝剑加入战团 五人就把马斯把围在当劲 这一大可了不得 马斯把就是剑客 你这对地形决再厉害 你架不住这五人哪 都飞平平 咱们这叔叔也得讲理 您别瞧不起杜清风 那是无量剑末期 宇修云台剑 燕浦燕云峰的亲师弟 确实这个武艺啊 是很不错的 咱们一再说 杜清风这剑客 够三流剑客 年马玉要够一流剑客 那么杜清风也就够三等的剑客 一般的侠客 你还真打不过他 这口宝剑很厉害 寒天桃园 那跟杜清风啊 还有朱吉哥俩呀 这个武艺都差不多 都这个意思 但这五个人打一个 这一路的剑客就差点了 还仗着是马斯把 这地形诀这五位确实不认招 马斯把这会儿可就顾不得身份了 不往地上走不成了 咱说了这地形诀跟地躺还不一样 地躺是躺在地上 转转着打 这地形呢 是矮着打 你说这么大岁数 这个腰腿的功夫可真了不得 越打越矮越打越矮 就仿佛蹲在地上一样 这五个人够着他打 可马斯把信了着急 知道九战不胜 为什么 就这几把家伙 此起彼伏 他下去他上来 不离自己的要害之所在 自己这么大岁数 唐有一个疏忽 一时照顾不到 漏招了 这慢说呀 一世英明扔得朱吉保 就这条老命 就交在这儿 新了话说了 我们进来四位呢 那三位功夫也不错呀 别人不说 我师弟金元朵的能力我知道 冷战的能力不在我之下呀 波折不挠清云所冷战 那好厉害了 人呐 人呀 您别忘了贺清虚在这儿呢 冷战要说赢贺清虚可赢不了 循环道长贺清虚一看西域大侠马斯把一露面 就知道今天对头到了 这个人很扎手 没想到不知死的赵福庆把他引走了 这几位庄主 元帅人等全追出去了 贺清虚带着胡千里 晃身行刚要动身追 嗯 他一瞧还有人 他大喊一声 无良福 什么人 还敢窥探朱家宝 冷战也大吃一惊 冷战万没想到 贺清虚在这儿万般无奈 拉宝间纵身行跳下来 说了一声可是贺大长吗 可认得 长州冷战在此 好家冷战冷运回 贺清虚一看哪 坏了 怎么 就剩自己跟这徒弟俩 这徒弟还带伤 那胡千里啊 这是刚养好伤 这来了一个马玉 来了一个冷战 不知道后边还什么人呢 那贺清虚的经验太大 无良福 冷战别人拒你 倒也我不拒你 可是有一节 甭管你们来多少人 我不拒 这是匡语 什么叫匡语 拿话往外炸 听着像吹牛的话 实际是探虚实 要来的都是马玉冷战这水平的 我就别打了 朱家宝又不是我的 我带着胡千里就走吧 要广上去冷战好办 冷战的明辈 冷战也一味的江湖 这话 说行话叫要火 你想知道这么来多少人 那不能有实话吗 冷战 微微冷笑 喝到啥 还用来多少人吗 我们来的人再多也不过就瞧着而已 咱们年少的时候就没在一块碰过 没想到老了老了 双手猫一把铁锈在 朱家宝这碰上 这不是缘分吗 人不亲 一亲 贺大长 也甭管我们来多少人了 跟您动手 只是冷战一人而已 你这话说的模棱两口 你也不知我来多少人 来多少人瞧着 我们不过来 不欺负人 跟你打就我一人打 还不够吗 贺经营一听 倒是姜是老的了 你想 我这要他的虚实没要出来 这话你也听不住的有多少人了 好 你一人也罢 你众人也罢 来来来 你我二人两军站 贺大长伸手拽宝剑 没容的冷镇过来 旁边又窜息一个来 哈哈 原来是贺老道长 不才我叫金元 贺经营一条坏子 我就怕这手 要来的都是剑口 我一人可不成 这儿还冷镇 举宝剑 老塞和金元 白铁条 可就跟贺经营 胡千里师徒二人打在一起 打半天也就这俩人 贺经营一讲 这还行 为什么 自己敌冷镇有富裕 一看自己的徒弟胡千里 占金元 那不露败相 这就行 手底一加紧的冷镇 还真打不过他 冷镇有一手绝的 会弹鼓 虚晃一见纵身行上墙 可就把弹鼓拿出来 啪啪啪一阵临住弹 可就逼退了胡千里跟贺清虚 说塞和爷跟我走 没法打 打不过人家 又身陷在府地 在人家的这个朱家堡里头 不懂人的机关消息 老塞和金元投了跑 冷战掩护 冷战这个 打的弹鼓也有数 弹鼓准是准 厉害是厉害 打一般人行 你打胡千里 打贺清虚 门也没有啊 不过他不敢靠近就是了 那胡千里 一对马凳 抖开了 风雨不透 那老到贺清虚 连躲都不躲 那弹丸临面门啊 也就拿袖子往外一躺 这弹丸 就给删出去了 而且他这个弹丸有数啊 他不是老打老友啊 心了会儿 都把司法在哪呢 这会师啊 在这朱家堡里 这么一跑一转悠啊 还真不含糊 亏了赵福清啊 腿给变折了 这赵福清要把整个朱家堡 各处机关消息都发动 早就失手背琴了 你夺得见可也不行 跑到小院这一瞧 好 五位应手 围住了马斯 把一个人 这一通的恶战 冷战啊 来到窃进也不搭话 啪啪啪就一阵临奴的 把这五位打的 四散分逃 全躲开了 马斯巴得缓一口气 摆双决一瞧 这二位来了 这都算行了 赢了 冷战冲得一白手 赢不了 快走 为什么贺清旭到了 要加上赫清旭 跟胡贤李这就齐个人了 自己这仨人还是赢不了 更被动了 马斯巴有心不走 你瞧啊 这形势严峻点 赢不了人家了 走吧 走可是走 进了四位 这现在是三位 那位呢 杜古杜春秋哪去了 不知道啊 是不是已然 让人给逮到了 是怎么着 说这地方 要走 显留点不仗 那没办法 剑客无奈 这三位剑客 且战且斗 这才算逃出了 这朱家宝 顺独龙所往外走 护庄河以外 一条人家 赫清旭为首的 朱家宝的也不追 围着四面一转悠 渡谷渡春秋 冬气不见 沧海变三天 渡春秋 深陷在 朱家宝之内 来一回丢一人 来一回丢一人 这好厉害了 这场仗打的 几位健客 颜面尽扫 丢一人不说 一个没胜 单打的也没胜 群斗的也没胜 你管踹舌了赵福庆 一条腿干什么呀 那先回天西山吧 天西山现在成大本营了 好在不远 几十里 奔天西山吧 天西山大伙还等性呢 几位老健哥到天西山面见 这好有千岁呀 千岁现在在天西山呢 这就如同千岁的行员一样 那大家伙一了解情况 从我们四位去丢一个 天西山原来大山主 渡春秋丢在那儿 大伙就啊 那没辙了 为什么 这四位去都不行 别人就都不行了 一筹莫展 说还派谁去 还派谁去也不行 都走了都走 这千岁怎么办呢 带着这千岁更危险了 大伙一琢磨 就渡春秋苗润雨要紧呢 这千岁更要紧 咱不成先把他送回北京去吧 先把他送回去再说 这西安侯逮不逮得 别把他丢了我 大伙出什么主意都有 饶着是一帮建个侠客呀 你时之间没想出一万全之策来 搂了兵棒 说佟教师爷 有人找您 佟那侠这不错 这天西山 我这还挺出名 都跑这找我来 找我的人位可真不在少数 又谁找我呀 出来一瞧又庆家 书中代言铁掌地行仙石宝葵石老侠 前文书你要听石宝葵跟同龄之庆家怎么庆家呢 石宝葵的姑娘啊 嫁了下九龄了 这前文书有交代咱们就不重复了 那么下九龄呢 是随行委员办差官 他得跟着同龄 司马良 下九龄 杨小湘 杨小翠 红绿尔 这个都归川元伯玉虎 刘尊领导 这几个人都在一块 很少有单独行动的时候 你要听后刀剑 押毒 这些人不露面是不露面 露面就是一窝蜂 就都得来 那么他跟着同龄走了 这石宿兰呢 等于就守空房 一天不闲 两天不闲 时间长了 小儿女的情长 未免呢 有些个归院 您琢磨琢磨 男人老不在 那过去你甭管干嘛去 您听我们说那个 丈夫贸易三天整吗 猜这当归 怎么叫当归呢 出去三年就应当归来了 请你三年不回来呢 也没人把你怎么着 就这么一说 也就说三年呐 那就是极限了 当夏九龄走几年呢 那原文也没记统计 你要按咱们说呢 三年都不止了 夏九龄跟石宿兰结婚 那大概是一四年的事 简单说吧 他这个石宿兰呀 想下就灵 可这话呢 不能跟老爷的名说 爸贵 我想我男人 我得找他去 那他戳不出口 怎么办呢 他跟他爸爸商量 卖山音呢 念烟 说北京话念烟 您 今年 高瘦了 老头子说 怎么好眠 我多大 你不知道是怎么的呀 知道啊 我就说 您这么大岁数在家 带着不闷得哼吗 老头都说 我就不闷得哼啊 我有姑娘 有姑爷 我闷什么 姑娘就是我的小棉耳啊 我天天小棉耳 配着 要吃又吃 要喝又喝 我没事 我活动活动 筋骨练练 铁掌地形啊 老爷子那个长发好极了 我瞧见不平的事 我管管闲事 我不闷得哼 您不是侠客吗 是侠客 侠客您外边 行侠仗义 您转悠转悠去 怎么了这是 我这胡子白了 一把年纪这么大岁 怎么往外轰我呀 我在家 害你什么事了 您不爱我 是倒是 我就说您呢 您您 中国地大了 转悠转悠去 与您老子身体有好处 你有什么话 您说 我那意思啊 九龄这不是跟着 他师父走了吗 他甭管上哪去 我听说都很凶险的 那地方人那都厉害 您那又是个侠子 您倒帮帮去 于公来说 您是为国效力 于私来说 您帮着亲亲 您也帮帮您这姑爷 倘若您姑爷在外 不跟您动手打仗 吃了亏 您这不心疼吗 你说这孩子 多可气 他让我帮他找男人 他不明说 他跟他爸爸画圈 老头子一听啊 哎呀 什么岁数 说什么岁数的话 我多的岁数了 我这年龄 我跑不动 什么 您这年龄跑不动 那成了名的健康 哪个不比您大呀 人还满世界转用去呢 您干嘛呀 您要不去 我可去了 别见 姑娘家家 抛头露面的 不好看 你不就让我找九龄去吗 行 老头子一琢磨 你跟我一说 我一答应 不就完了吗 头天没动 二天没动 连着三五天 围团那条 石素兰一条 怎么意思 哦 我这对付跟我这儿 说去可不去 石素兰给老头 把扑克卷就打好了 连换洗第一声 路费盘着 全准备好了 老头倒不用军任 一队铁掌足以防身 往门道里一个 通知厨房 做一顿好的 连酒都给老头摆上了 老头不知道啊 老头外不溜弯 回了一瞧 今天这菜不错呀 姑娘陪他 捡老头爱听的说 连吃再喝 老头平常好比说 也就喝二两 今天多喝点 喝四两 喝完老头要睡 赏不觉 姑娘说 您先别睡 赏不觉 门到这儿 我跟您说两句话 老头一瞧 门到 刚才上门到说话 您您跟我来吧 石素兰可就把石宝盔领的门到这儿了 用手一直铺个卷 跟那衣裳包 拿着走 我哪里去 把石素兰给我找着 给我找回来 要不然 您也甭回来了 嘿 老头一瞧 我不跟你说我去 是您到冻婚呢 好几天不理我这茬 干嘛呀 跟我对付 跟您说 所有您用的东西全准备好了 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您怎么答应我的 这怎么办 老头说 你容我睡个觉啊 再说走也没有中午走的呀 咱明儿带走行不行 不行 走 这么大侠子让姑娘顺家轰出来了 背着行李卷 扛着这包袱 往外这么一走 越走越生气 你这什么事这叫 哎呀 我给你找男人去 行 找就找去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你碰我呀 这家里事 我都交代交代呀 有心回去 跟姑娘理论理论 一琢磨到家 欧气飞 打起来不行 老头子一琢磨 你姑娘说的也倒对 我这岁数分跟谁比 跟岁数大的比 我还是小娃娃 我不算岁数大 哎呀 多少年不行走江湖了 也不知道我这个长法呀 现在如何怎么样 行了 哪不是闯荡 找着去吧 上江湖上一打跳 谁不知道同海川呢 你找夏角聊没人知道啊 找他师父同海川吧 老头子跟着同海川 这么一转悠 连找八个地儿都没找着 他老漫一步 最后一直找到北京 找到王府 人家说了 说上天西山了 这才够奔天西山 老头子风尘普普 盘费钱也快花完了 再找不了同林 就真得回家了 这到天西山一报名 同林出来这么一接一瞧 这老庆子 哎呦 哥哥 那同林岁数 管石宝奎叫哥哥差点 那没办法 儿女庆庆 他徒弟娶他姑娘 哥哥您快跟我进礼 连千岁都在 还有几位成名的人物 啪啪这么一个介绍 石宝奎啊 挨着个的这么一见礼 您找我什么事 家务事 家务事呢 这就别当大伙说了 哦 家务事 什么家务事 嗨 那咱俩晚上再说 我先问点 公事 怎么样啊 怎么千嘴都跑这来了 同林一听 嗨 哥哥 别提了 我们几位这能犯仇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好厉害的 朱家宝去一回丢一人去一回丢一人 这朱家宝别的不成 这机关消息可厉害 嗯 石宝奎一听 海川呐 千岁 众为贱客 哪位你们都比我能耐大 可你们也绕住了 兄弟 可不是哥哥说你 在家靠父母啊 出位靠朋友 这么多贱客 这么大能耐到朱家宝都不能取胜 就多了石宝奎一个也是枉然 可咱还有别的朋友 就说这个 朱家宝有点机关消息 这当不了什么 他还能 比八宝转心挺厉害吗 想当初大破七星山 多亏了谁啊 不就亏了 波林先生元化吗 咱把元化请来 到这一瞧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这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这石宝奎这说呀 他可就不知道这内中有一和尚 这和尚叫司徒朗 司徒朗呢 就对这元化呀 不老服的 也不能说不服 却仍比自己高 可是呢 一到有机关消息 自己破不了的时候呢 就得指这元化 自己仿佛老比他差一劲似的 这司徒朗不爱听 可司徒朗现在已然 归一身在佛门了 而且 欺恶从善了 这原先的那个行为呢 他就躲不出来了 司徒朗 低头不语 大伙一听 恍然大悟 哦 对了 这人呢 就怕一时竹迷 早把他想起来 不就完了吗 得了 即使您提 咱们赶紧去聘请这位啊 波林先生元化 元化一到 朱家宝这点机关消息 不算是 谁去呀 在场的这些位 跟元化都没多的交情 石宝奎一瞧啊 那行了 我来吧 即是我提的 我在天西山也不多待 晚上呢 我再跟您说点家务事 这公事 我起的头我应 我去聘请波林先生去 到那把他给请来 可是有意见 咱得把话说头了 我跟他虽然啊 认识 也没那么大面子 最好啊 您这再派一位 哪位跟我一块去 头一样说人多面子大 另外啊 这个波林先生元化 这人这脾气很古怪 咱们前文说 您要听过您知道的这人 哎 您慢说 是石宝奎请的去 二见个江达江本出 跟他是朋友 那请他 他还费事呢 还捣乱呢 这人性格很古怪 他要想来怎么都成 不想来 天方老子请不动 石宝奎知道 所以石宝奎提出来 我跟他算朋友 可没那么大面子 您这最好最好 派几位 派几位啊 派一位都够呛 这儿现在情势多紧张 这千罪在天西山 保护他是唯一主要 分不出人类 弥陀佛 我去 俗图朗口大茬了 俗图朗一琢磨 我跟你一块 我去请这原话去 按说有我在这儿 住家宝的机关消息 我就不都明白 我也值得大概 可你们不问我 非要请这原话 那行了 我碰过这原话 我看看原话多大能呢 石老侠 贫僧我跟你去 石宝奎啊 一听乐了 好 要有高僧 您跟着我是最好不过 同林一听 这口麻烦 怎么 这原话脾气古怪啊 这司徒朗不更古怪吗 哎呀 他去别再惹了祸 可有心说不让去呀 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当着这么些人 你一嘱咐司徒朗 他脸上更挂不住了 得了老哥哥您多辛苦吧 当夜 不能临时就走啊 转天再走吧 晚吧啥 石宝奎啊 可就跟同林凑的一块 实际有点家务事 苏兰呢 想九龄 让我来看他 不能说让九龄回家 你们这儿凶险不凶险 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得帮帮忙 别让九龄啊 出点什么事 同林一听可就明白了 说现在走不了 您别着急 哎 过些日子 跟着千岁一块回京的时候 我就让九龄回家了 您下 先跟着司徒朗一块 去请这原话去吧 把话说明白了 知道下九龄 现在混得不错 老头得这口信了 也知道了 回去好跟石宿兰说去呀 跟姑娘这就算有交代吧 四日清晨 吃罢了早饭 跟司徒朗俩人 现在天西山 可就走了 他们俩走了 大家伙怎么样 等着原话 原话不到 这朱家宝不能再去了 大家伙就在天西山上 这么一等 这里头可就有人 等得不耐烦了 书中代言可就是 其见昆元子 于秀娘 于秀娘一琢磨 这么些人 保护的千岁仪人 大概就不用我了 为什么 有马四马 有金元 有冷老剑口 再加上同林 这些人保护的千岁啊 够用的 那么晚上呢 二侠带着小弟兄们 也足可以支应一气 自己呢 不如进趟朱家宝 为什么 竟说这机关消息 据我想 也没有什么厉害之所在 于秀娘一琢磨 就凭我的武艺 在天西山 目前这些人当中来说 是最高 我倒去瞧瞧 苗老侠子 跟这个杜骨杜春秋 到底是死是活关的哪 探听一个虚实 旧不旧的 我这人知道个底线 也是好的 于秀娘一想到这儿 也没跟别人说 带着兵人 可叫告奔朱家宝 来到朱家宝 他听这几位说了 有独龙所呀 他来到了护庄河这和一桥的独龙所 刚要脉布 趟着这独龙所进庄 从对脸两个黑影 往这边来 他就没动 引住身形 一看呐 踩着独龙所两个人一前一后 顺独庄河过来 来到窃进咱们一桥 投了走这个河上 后边跟着一个人 飞翅旁人正是大判飞行侠 苗泽苗瑞宇 嗯 于秀娘一瞧 我为救他来 他怎么都出来了 于秀娘纵身形往外这么一窜 说了一声 可是苗老侠 投了这和尚可吓坏了 投了这和尚 横着往外这么一窜 苗泽也赶紧 横着往外这么一蹦 不知道蹦出来 这人是谁啊 可是一说赶上苗老侠嘛 苗泽可就搭成 不错是我 哦 原来是弟妹 这弟妹呢 呃 苗泽可就是 打同龄这里 于秀娘说 老哥哥 您怎么出来了 我怎么出来 你得问他 我给你二位指引指引吧 和尚过来吧 和尚过来一介绍 于秀娘这才知道 那说这和尚是谁啊 赶苗老侠一说呀 于秀娘大吃一惊 赶紧和尚是朱家宝的三宝主 竟听杜春秋说呀 朱家宝哥俩 不知道有老三 那杜春秋为什么不说呢 杜春秋真不知道 这朱家实际是哥仨 大爷朱平 二爷朱春 三爷叫朱通 这二爷也是个和尚打扮 叫铁面佛 这三爷叫赤面佛 红脸 这朱通怎么回事呢 他能给苗泽救出来了呢 就因为这朱通小的时候啊 跟俩哥哥练武 他一瞧我们家乱了 怎么呢 他们家确实是前名朱师后裔 自己的俩哥哥 大哥朱平二哥朱 趁每天不是造反 就是复明 来的这人呢 说的也没别的事 都是商量在朱家宝 招兵买马去草存粮 以此为基地推翻大清朝 每天说的没别的事 然后这个还好吧 关键是后边 谁当皇上 谁当八千岁 怎么分这江山 乃省归老大 乃省归老二 天天做这白日梦 三爷猪童 跟他们聊不到 一块堆去 三爷虽然又想 那不能说 大哥二哥 你们俩吃饱了撑的 咱放得好好 日子不过 非造反玩 来又拦不住 俩人做这博日皇帝梦 那你们俩做你们的 我走 可就跟俩哥哥说 和大哥哥 我年轻 您在家里头啊 也指不上我 谁也说指不上你 好 你是亲王啊 然后打江山 兄弟 您打 说我就回来了 现在咱不不成 现在咱们羽翼还没丰满 咱们这力量还薄绕点 那是 这么着 您那先攒着劲 我还不跟家待着了 你这么年轻 你回武艺 你不在家待你干嘛 我出去闯来闯来 再说了 我在外部给您交点朋友啊 遇见那高人 我就带回来了 我野城 我们哥俩是太忙 出不去 这倒是办法 你来个外联 好 兄弟 用多少钱跟哥哥说 也用不了多少钱 您给我点路费 引我走吧 三爷猪通啊 顺家哥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也没地去 猪三爷猪嘛 我 我是顺家里躲 清静躲出来的 哎呀 哪儿清静啊 对 竟听人说 那个深山大川 那地方清静 而且啊 有神仙 有没有神仙呀 这说不准 有高人是真的 哎 我呀 防防高人去 遇见真正有能为人呢 我跟人学 甭管文武 我跟人长点能耐 比在家瞧着俩哥哥呀 过家劲玩强 天天别人造反 对 长得大山 名山大川 上山里面转一转一 这还是没有出门的经验 瞎转 猪三爷这么一转一 走到一山里去了 书中代言这座山叫云弥山 您听这名字 云弥山有一天然的奇景 不长雾的时候 这云子不起来的时候 这道路可变 只要这山里边 山蓝瘴气一起 就说水气一大 像这边 天秦若 啪 一蒸这水气一起来 山里边天然的 它有这么一个种云雾 任谁也走不出去 故而这山呢 叫云弥山 三爷进了云弥山 来到云弥山里头这么一桥啊 喝的山景可太好了 清泉 这个小路也不知道是桥府踩出来的 还是采药的猎人呢 是怎么意思 有这么一股扬长小道 往山里这么一走啊 随处可见风景 饿了呢 就摘点这个山里的果子吃 渴了旧地旧有啊 甘泉水 就喝这山泉 这都污染 无功害啊 自己要有能耐 有点把势 不害怕 猛然间一走一条 有 发现一奇特的事情 怎么 这个小山环啊 四面高 当劲低 在最低的地方啊 有这么一小亭子 有这边山上呢 弯弯奄奄下了一道活水 这活水啊 通这小亭子底下 碎石的底铺的路 涌路 这小石的底下呢 拿石头啊 垫的这个小拱墙 这水打点桥底下过 顺庭的流的哪就不知道了 再往山坡上一瞧啊 也有粉的 也有黄的 各种小花 其位呢 分相不比 说神家住的地儿也就这意思了吧 朱三也高兴 新的话说 大哥朱平二哥朱深 你们 你们要这世界上有这地方 你们就不跟家造反了 造反又该怎么着 哪找这好地方去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地方 野岭荒山的怎么会出现一人工修的小亭子呢 哦 有人没有 您说小珊瑚 那这回声吗 荡多远 一句喊出去 也半天还有声 就这么喊了半天呢 一个答应都没有 我下去瞧瞧 顺这小路 它是人工铺的碎石的那儿铺的路 到亭子 往亭子这儿一坐 哎呦 鸟语花香流水潺潺 朱三也自幼呢 哎 习过武还念过书 记得这么几首唐诗诵词的 也没别人一人坐在那儿 在小亭子这儿一靠这亭路子 还淫了这么两首诗 送了这么两首词 高兴了 喝西西湖 没酒 这地边要再有几个人陪着 大伙喝点酒 那意思就全对了 再待会没劲了 怎么 坏的都背完了 朱三也不是多高的文化 能记得这两首唐诗诵词就不含糊 哎 一首婉约派的 哎 一首豪旺派的 嗯 一星期几的也理清道的 这就不含糊 哎呀 走吧 没什么 这地方虽好也没人 这小山环我绕不出去也麻烦 我得找有人间我得吃饭呢 一瞧这儿古路走 走着走着 一瞧又喝 怎么这身旁边 见白水气挺重 起了雾了 再往前看就看不多远了 哎呦 这可麻烦 脚底下也觉得有点打滑了 那可就走得慢了 还是年轻有功夫 顺着小山环的迷绕 绕来绕去 往前这么一走 盈盈抄抄的一瞧 这是有个房子 是怎么的 到进前一瞧 一小亭子 顺着这亭子底一瞧 这小拱桥 哎呦 这是我刚才带那亭子不是 我怎么绕回来了 这可干了 绕不出去可麻烦了 嗯 做个计划 那漫山遍野有石头 就拿这石头 照这亭柱子上 那亭柱子是木头的 拿这石头这脚一K这木头 K一块了 石头一扔 这条道不能走了 哎呦 走这条道 简断说 就这小亭子回了四回 龟大强找不出去了 我见散 那心里也害怕 好这地方倒是一个仙境 难道我朱三庄主年纪轻轻 就困死在此处了吗 问题也饿了 这可麻烦了 哎呀 我也是 我在这里瞎转用什么呀 我找没路的地方走吧 为什么 这不有山呢 我就照着一个方向 愣爬 他这拿石子铺的这路啊 走不出去了 猛然间想明白了 哎 那就好办了 可有一截 那不好爬呀 荒山呢 你看这点地方是人工堆出来的 真要说爬 那可废事了 就刚才这一阵雾啊 那个手脚之处啊 都打出了打滑 要不是他这岁数 还家有点工夫 说什么也出不去了 就凭着朱通啊 一股韧劲 愣顺那山滑里爬出来 敢顺山头往外一翻呐 高兴了 哎呦 得活命了 天可就完全黑了 换别人吓死了 朱三爷天生的胆大 夜里夜里走这山路 准知着自己要睡觉 就为了狼虫虎豹 那地上啊 有现成的大树叉子 捡一树叉子 把上面这只儿嚼嚼 一瞧啊 就跟那叉子似 大木头叉子 哎呦 我就抡着这防身吧 万一要有什么 我就跟他招呼 扛着这大树叉子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那说唱什么 那给自己壮胆 这人要走黑道 现在北京就没有 现在这北京晚上马路上 亮极了 胡同里也都是灯 而且您走哪儿安全 甭管大小胡同 您往胡同里一站 您一抬头 探头 就这探头厉害 真的您各位就感觉到安全 哎 这儿很 有人管 有人看着呢 所以不闹贼 您很少听说 现在有 在胡同里边 抢人钱的 玩不啥啊 拿着把脑子 站住 把钱交出来 我小时候还听说 有这个 现在没有这个 地下通道 天大地下通道里都是探头 哎 北京就是这 他呢 为了给自己壮胆 一边走一边岔 扛这大树岔子 一人 就在这林子里边 朱三爷 但他认准一个了 就一股道 那时候晚上咱们走 就看清醒 说敢阴天那干了 今儿还不错 晴天 别的认不出来 这是北啊 有北斗星啊 对着走不 山里边人多大 晚不啥 走不多远 你就走一宿 也没走多远 走的 哎呦 又累又饿 天亮 要走不出去 我还得死 嗯 又瞧这些件事了 怎么有链呢 别是有人间了 哎呦 这可好了 活了 大树岔子一扔跑上了 照这链跑 赶跑到切剑一看呐 呵 世界上找不着这房子 也没墙 500三间房 这院子呢 怎么瞧出有院来呢 他半截的竹子 他地上种的竹子住一排 然后他给这竹帽子全切了去 把这竹帽子全削了 那竹子呢 竹子呢 竹子修挺尖 这一排呢 竹子呢 围着这三间房 就算个院子 可是像 朱通这样的能围呢 一蹦啊 这半截竹子就蹦过去了 那也别随便蹦啊 为什么这三间房都亮着灯呢 竹子修一琢磨 含两声吧 大半夜的 哎呀 什么时针这会儿可看不出来了 有人吗 不敢大声 大半夜的 接着山里没人 那也不敢大声 怕吓着人去 有人吗 我是过路的 在山里迷了路了 能不能跟您这儿淘口水喝呀 这是学问 你别一张嘴就说我能不能住您这儿啊 一般人不愿意晚上留人住 淘口水喝 能不能淘口水喝呀 连喊了好几嗓子没人 你瞧这三间屋子挺怪 怎么 这三间屋子 仨门 一般要三间屋子 一个门啊 一进去一边有一门 这叫一明两岸 这三间屋子要从外边瞧 谁也不挨着谁 不通这应该是 为什么 仨门 都亮着 那喊半天又没人 那我进去瞧瞧吧 他也没翻墙 其实一蹦就过去 他捋着这片竹子一找啊 这有门啊 有院门啊 他伸手进去啊 把这院门从里边就给打开了 里边就是个钩挂着 把这钩摘了 把这竹子给搬开 他迈不进来 这院门也没带 他还喊 有人吗 是不是吵您叫了 我想喝口水 有人吗 还没动静 他就走到中间这间屋子这儿 他拿手啊 敲敲门 当当当 亮着灯屋里是不是有人呢 没人搭茬 他一琢磨中间那间屋子没有 又往那间走 当当当 有人没有 他又走到下面这间 他刚抬手要敲 一琢磨 我喊咱半天连敲 这屋里都没人搭茬 估计是空屋子 我应当拉门进去瞧瞧 可万一要有人呢 太不合适了 干脆我趴窗户封瞧瞧吧 把屋里有灯 朱三爷呢 就往这第三间屋子的窗户上一趴 拿这个手指的战兔们 他印这窗户尖 把窗户尖印湿了 拿肢脊盖一划 划个缝 他呢 续一幕秒一幕 木匠单掉下 他往屋里瞧 就赶到屋里一瞧啊 可把他吓坏 怎么 窝子里头啊 点着灯挺亮 看得十分清楚 别人没瞧见 就瞧这屋子里横溜一张床 床上躺着一女的 这女的不说赤身裸体也差不多 穿着暴露 一人很少 躺着睡觉 这一看 朱三爷后悔啊 你这成什么 这不像话 这要有人瞧见 我可说不清楚了 为什么我不是流氓啊 我也不是坏人 我哪知道他穿成这样睡觉 这什么人呢 这是 仨窝子点着 穿这么少睡觉 这不是好人吧 啊 明白了 这山里边 独居女子 赤身裸体 夜晚之间 明灯亮火 在此 酣睡 全无防范 估计 不是一人 肯定有男的 这男的为妈现在没在屋里头 没准出去方便方便 没准还没来呢 对 我等等 我不能闹这流氓 我等他来 我先看看 他是不是流氓 他是流氓啊 我干嘛来了 我行走江湖 不是为了行侠仗义吗 朱三爷啊 就往这竹子前后头啊 这么一蹲 一猫 他还真等来了 一会儿啊 由山上头 跑些人来 跑得还挺快 是个男的 这位呢 跑到这竹墙外头 用手一指 竹墙里边蹲着朱三爷 别藏了 瞧瞧你 朱三爷一条 什么你瞧瞧我了 这竹子墙 这么密 这么黑 那儿竹子挺亮 我还躲着黑地儿 怎么会瞧瞧我了 他 闹着没动 为什么 他怕这位框子 这位一条都不动 你要不动 你可要倒霉 我告诉你 我是一双夜眼 离多了远 我瞧黑地边 瞧的比亮地儿 瞧的清楚 我在山上书 我就瞧瞧你了 你别跟着蹲着了 干什么 什么人 他朱三爷一琢磨 我就别藏了 朱三爷一顿 朱钱会不会站起来了 亏了是夜里头 要不然这大红脸 多不好看 您真瞧瞧我了 废话 不瞧就我跟你说话 您 干嘛 干嘛 我这间的我干嘛 你跑我们家门口 你问我干嘛 你干嘛呢 我过路了 我饿了 我走一宿了 我这山里又转悠不出去 这不是什么山 我也没来过 我呢 想逃口水喝 然后我到这一瞧 这有三间房 我说我 打扰打扰 要口水 刚到这您就来了 我一瞧这跑了一人呢 我就蹲到这儿了 没想到您瞧瞧我 你来多长时间了 才来 都瞧瞧什么了 全面没看见 不能吧 我在山上跑着 我瞧你 把我们家窗户来的 这三间屋 你这间屋敲敲门 那间屋敲了敲门 到这间屋你没敲门 我瞧你那意思 想拉门进去 我没进去 只有你趴窗台上 看了半天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 我给你留着脸 我不好意思说 你是这家的 甭管这里面 这女的是你什么人 是身裸体呢 跟全裸也差不多了 这深山里面 问你他睡觉 还点着灯 这不是什么好人 朱三爷这么一瞧啊 说半天呢 一瞧这小伙子 真漂亮 脸上啊 也带着风流之态 这俩呀 一路货色 您咋咋咋咋咋 这种点这优惠 这个 我看见什么了 我不好意思说就完了 你非问 那没办法 您瞧见了 您瞧见了呢 我也瞧见了 那里头有一女的 您俩什么关系 咱甭提了 她怎么穿张这 也是睡觉 还点着灯 吹灯 睡觉 点灯 看爆 你瞧瞧了 那不外人 我媳妇 你媳妇 我媳妇睡觉 等着我回来 她说我怕黑 我一回来 黑灯 下火的 把灯一点着了 她倒醒了 这么着回来点灯 都不吵她 那她这么着睡着着吗 她睡习惯了 穿的可少点 这不涂凉味吗 谁知这山里都跑了一泥呢 您这人不错 真厚的 实话实说 你自己好人就行 你不就要口水吗 来来来 到屋喝口水没事 这话说清楚了 我可不是坏人 我离老远就瞧见你了 我是页眼 你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吗 我就试探试探 你实话不实话说 说着她一伸手 第三天 这屋门就拉开了 她这一伸手拉门 朱塞伸手一挡 别拉门 你是不是躺着睡觉呢 你躲着我 回我自己家 你管着吗 还想把门打开了 大厂摇开 朱塞下的闭眼 在脚步里 床空了 对 我们俩 这当愿聊呢 还不起呀 齐可儿起 这仨屋仨门 他没在这屋 他怎么上那俩屋去的 那上屋呢 到屋里一瞧 这房子盖得太可气了 屋里也有门 那你外头 你盖仨门干嘛呀 一明两岸 有一门进来 分着睡不就完了 不计从外边看三间屋子 从里边通着 最把边这屋 跟那俩屋中间也有门 可门也关着 那甭问 他媳妇现在大屋呢 我们俩在院里聊半天 听见了 穿衣裳起来上大屋了 这小伙子伸手把门就带上了 坐坐坐坐 哎呀 周三坐这了 我是真饿真渴 好 一会儿给你弄水 啊 呃 我姓方 我叫方美郎 方美郎 这屋亮子一瞧 真漂亮的小伙子 嗯 味儿白长得 您给我弄点水喝啊 是一会儿给你弄水 先跟你说点正事 跟我说正事 说什么正事 怎么跟你提呢 稍微有点 不好意思 我落难之人走那了 您搭救我 给我口水喝 恩人谈不上 总是对我有好处 您说 这刚才你瞧那女的 那是我媳妇 我是知道您不说一回了 是 反正你也瞧见了 怎么你得负点责任 我负什么责任 我瞧着我 你看看 你看窗户上那个 我捅那小窟窿 就那么一点小份 我能瞧多少 我一瞧 没怎么穿 一躺着睡觉 我就躲开了 我就向你墙根蹲着 那你也是瞧见了 我媳妇让你白瞧不行 我那还怎么着呀 哎呀 另外我为什么 我有点不好意思呢 我们是两口子 我呀 差点 什么叫差点 不灵 怎么意思 朱三言心得我耳朵 哎呀 竟说大都市 奇闻异事多 这山里头 新鲜事也不少啊 你要干嘛 干嘛 反正甭管打脑说 我这人呢 就是这点好 好交朋友 你不瞧一会 媳妇的吗 我呢 又不能够完全进人道 我哪能把这媳妇 就倒进你了 可这是不是随和 那就甭提了 你让我点别的行啊 让我一媳妇像话 什么叫倒给我了 这有随便把媳妇让人的 你想要不说商量吗 按说是不成 是不是啊 这个老婆又随便送的嘛 是不是 但是 我这媳妇为什么 这终点着灯 不等穿衣装 跟着躺着睡觉 是不是 他也问得好 我呢 您看着长得挺精神 挺漂亮 哎 这上差点 差点 我瞧您还行 这是缘分 我们这山里都 这么绕 别人走不到这 您愣找到这来了 该走 我把媳妇让您了 您看怎么样 我是喜欢我这媳妇又漂亮 又年轻 让得我好歸宿 朱三已经什么乱七八道了 朱三也不咳了也不饿 站起来 那朱口 不要说八道 什么乱七八道 我就是要口水喝 你们家有水 你给我喝口水 没水我还就走 你那媳妇跟你怎么着 我不管 我强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饼 这终点 你在外边干嘛去 才回来 你媳妇穿成这样 跟家呆着 我瞧就够呛 难道你起给我出去 朱三在你那一字一巴了 要夺路而走 为什么 听着不像人话 这事让谁听着 心里也没底 哪知道 这方美郎啊 一瞧 朱通朱三也不乐意 怎么着 给脸不要是不是 我就问你 我那么漂亮的媳妇给你行不行 不行 要不要 不要 这话可是你说的 不行也得行 不要也得要 来吧 试试 一伸手 趴把帽子往下一打 露出一头青丝 把身上这件 一张一拖 俩鞋一蹬 下边三寸金帘 感情就是刚才躺着你的 这可厉害了 他有这屋啊 跑到那屋 那屋有后门 绕 跑到山上 又顺山上跑下来 里外就他一人 他敢把这些男的一人一拖呀 朱三把他认出来 就是刚才屋里躺这女的 像那朱通你琢磨琢磨 他这么快的生法 这么会导演一出戏 你是个不是个 朱三也得真急了 手里也没家 我上去 这一拳还真没敢使劲的 他怕把这女的打坏了 其实这女的能的比他高多了 这女的也没垫躲 也不这么一伸手 这手一接的拳 这手在他肩板上 就这么一葫芦啪 这么一猫头 动不了了 半身麻木 这女的这手一拖的腰 这手一抄的屁股 蹬一下 把他往床上一扔 给他扔床上了 床底一伸手 就把刀震出来了 把这刀往外一拿 姓什么叫 这么说说 你问不着 不说 历史叫你死 我姓钟 叫朱东 怎么闹到你这娘们手里呢 哎 你看 我呀跟你说时代 我在这穷山培养里 天天在这等着 哎 哎呀 像你这个会两下子 这么精壮的小伙子 我有日子没碰成 就是怎么着呀 哎 我也得 这个 成其美事 是不是啊 咱们俩人啊 也得来来 你看见没有 这是刀 这是我 要刀 还是要我 同学说 朱东 这世界上的事 这玩意都没听说过 让我赶上了 哎呀 我怎么跑到这山里呢 弄三间屋子 这是什么女妖精 是怎么 你把我放了怎么样 别想 别废话了 好容易把你这就放了 行吗 通关锅 要活要死 要活 也没别的事 咱俩睡觉 要死 给你一刀 朱东一琢磨 跟着俩哥哥造反啊 抄家 灭门九族 活不了 跑出来 也是死 老他手里都 哎 冤点 冤点也是一死啊 你也甭废话了 你手里不有刀吗 你这刀 长模不长模 经长模 你杀个人没有 像你这样宰个几个 行了 你给我来痛快 朱三爷不能要你这儿的 阴娃荡妇 我也不管你是干嘛的 你打算 逼街于我 是绝不相从 那你闭眼吧 受死 哎 这心里这味难受就不一 甭提了 爹妈养我这么大 死他手里头了 一咬牙一闭眼 等着挨刀了 就瞧女音贼把这刀啊 又顺床底下了 也不能在这身上 啪一葫芦 一抄的脖子 起来 愣一下 朱三要起来了 没口 也没血 你觉得这半身 也不麻了 嗯 你干什么 试试你 我姓方 我叫方美娘 你到底叫什么 你方美郎 你方美娘 我就方美娘 我师父让我这色诱于人 告诉你 宰的那个九彩之徒多了 像你这样的少友 不杀你 饶了你了 你们师徒 你们师徒吃饱了 撑的 喝吧 朱三气坏 你们到底干嘛 这变戏法呢 坐着坐着 别生气 别生气 你也跑不了 当那屋连饭的带水 端过点来 没好饭都是凉的 吃啊 这水 给你搁这 朱三也别的不知道 真饿呀 吃吧 连吃带喝 你这吃着喝着 我跟你说说 我的以往 这方美娘这才跟他说 这方美娘还真是个苦孩子 啊 孤儿 没爹没妈 长得七八岁 像一小姑娘 对对对 村里瞎跑 村里有那上岁人呀 可怜的 哎 七八岁小姑娘 爹妈都没有了 自己也没法干活 也挣不来钱 就给他口吃的 就在村里吃百家饭 可是 有坏人 有那坏小子一瞧 别看七八岁 出落的就已经 很水灵了 这长大了 是个漂亮的披子 上我们家吃饭来吧 小孩动的什么呀 方美娘就跟着上人家吃饭去 你别看他们家小孩 坏小子就对他动手动脚 啪 挨一掌 啪一乐 小孩一抬头一看 站一楼泥过 说孩子 你上他们家吃饭 他对你不安好心 孩子挖一下哭了 说说说 那我也不懂啊 他管我饭呢 行了 跟我走吧 我管你饭呢 老尼古就把他领在一二里头去了 管饭 这二就老尼古一日 老尼古还会点武术 要不他一掌把坏人打趴下来呢 就跟姑娘说 你个女孩子 你也得有一技防身 没办法 谁让你命苦呢 跟着我习武吧 那个武艺啊 你七八岁小孩能练成什么样 也就是 这个三角梅 这个武艺 老尼古一条的练得还挺好 家住姑娘 没别的事 真用功啊 老尼古说 这样不 我有师父 你师父是干嘛呢 我师父是一老老尼古 我这老老尼古啊 叫常会 鞋掌禅尼常会 这个老尼古那比我还大 我教你也就教你到这 这么着 你跟我呀 找我师父就得了 要把呀 小孩啊 小姑娘 方美娘带着老师这来的 鞋掌禅尼常会大师 你瞧这孩子 哎呦 骨骼不错 练武吧 跟着这老尼古又练 这一练呢 这十回几年 骨骼的功夫可太厉害了 可这个常会跟别人不一样 最恨 这个 淫荡之人 他就恨这人 这老尼古也有点偏激 这不是 方美娘有把什么 他老让这方美娘啊 色诱这个九色之徒 然后呢 他惩治人家 这方美娘啊 干好几回这事 可是 今天 朱三爷这一唱在山里边 扛着大树岔子一走 让老尼古瞧见 老尼古一瞧 这什么人呢 啊 扛着大树岔子 这儿是岔 唱的什么 唱的就是上回 小马给您说那个 汉清水河 为什么都唱这个 其实这个我就是跟您说 这是谣调 这公开的不能唱 现在这词句已经啊 给他改的很好 这个我说我负责任 我小的时候老先生们都会这 这是标准的谣调 而且也不是宋老三 哎 是宋老三 他是蓝电厂的奇人 在奇啊 哎 这个 桃花还没开 那个柳絮开着飞 马上就要开桃 这会儿桃叶尖上尖 柳絮而遮满天 柳叶怎么遮满天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 是柳絮 哎 在这个京西啊 种柳的人很多 嗯 在其位的稳坐戏听我来言 此事出的咱们京西蓝电厂 蓝电厂火气营 长青万子松老三 他这他他他怎么叫 松老三那长青万 松树不是长青吗 他您有这词句 您就带出来了 因为姓宋不是长青万 这个有铁证如山 这一百年前的柳子 我都瞧见过 柳子就是我们这行的脚本 您知道吧 哎 这现在都有 所以这个 提启着松老三 两口子抽大烟 哎 膝下无有儿 所生一个女禅娟 只生得二八十六岁 其了个乳名 而合花万子 就是大连 哎 这大连也有匪号 合花万子 哎 啊 您琢磨琢磨 就这路名字 他这个词曲后面能好得了吗 是不是 他这个词涉淫秽不雅 所以呢 这是摇掉 这个有一阵呢 就不让唱 后来有人给他改 改成现在这个词句 那就相对文明点了 把里边的这些个 说现在话吧 黄色内容吧 就都删去不用了 哎 这还能唱 那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灌唱片 就灌了唱盘了 所以您听这个 呃 就是 他们演这个电影啊 叫这个 智取维虎山 我们团的张寒宇 哎 我们俩一单位 张寒宇演的杨子荣 波及艳闯匪哭的时候 唱的不也是这个吗 哎 那个年代倒符合 东北确实有一道弯 东北那道弯词曲差不多 但是签跟北京这个 完全不一样 有很大区别 哎 北京这个没有那么丰富的签 北京这个可是贴板 就是过去唱莲花烙的什么都会唱这个 打法也是 呃 三节的一把 三节的一把 那么大 我们 赵子良 赵老师唱这唱的最好 有这录音在世 啊 传世 他一共录了这么 四五十个小牌子 其中就这碳清水盒 其实我们唱那个赵花台 也是这腔调 跟这完全都一样 还有专业的曲 工作者把这谱过词曲 哎 那么我说这 康熙年的书能唱这个吗 就跟您说 他唱的这个小调 不太雅 唱的这不太雅 这老尼姑呢 晚上没事出了一听 这个流氓 回来可就跟徒孙说 你呀 在屋里头 点着灯 等着他 看着怎么样 哪是这位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一瞧啊 大姑娘方美娘啊 闪没瞪眼 这位好 以身相许 执意不准 这是好人 姑娘把前情后果 跟他一说 他也吃饱了 哎呀 佩服 佩服 你们祖孙二人 这才叫没得干了呢 我们好 好不然在山里转又走不出去玩 多悬呢 我这玩 差点死了 现在我也表明心机了 我是好人 让我走 你走不了 怎么还走不了 见见我师爷去啊 我抢你 有两下子 你在这山里 撞上什么 我其实就是找能耐 我想拜着为师 那你问我师爷行不行 我师爷万一要愿意收你呢 那也行 朱塞也可就跟着他呀 见老尼姑去了 铁掌陈尼常会这么一瞧啊 把经过的秘书 那这样的好人不多呀 你这想习武啊 习武习武 我到底能教你 可我们这都是女的 我是老尼姑 还有啊 比我年轻一点尼姑 像这谁呀 美娘 没落发 对 我有个朋友是和尚 你拜和尚呢 朱塞也丁 哦 你这朋友远吗 不远 上名下至 明至大师 武一只在我之上 不在我之下 可我一姐 你拜他和尚 为什么 你别看他能尾比我高 论着班辈 他比我晚一辈 你个美娘 你们这算朋友啊 你要跟着他练 就得管我叫师爷 这你拜这老师 比我也晚一辈 还管我叫师爷 这么着合适 老尼姑还没收 把他带着明智 明智这个武艺啊 可比铁掌产地高得多 说白了 给我个见个身份 明智一瞧老尼姑的推荐呢 又一听这孩子这么好 收了吧 这一小啊 小了十年 武艺真不错 说我跟您出家得了 别忙 你还不到出家 你回趟家 到你四十多岁数 你才能出家呢 朱塞也回朱鸡宝了 一走十年呢 大约二人问他 你干嘛去了 我在外边闯荡闯荡 他在外边随着西武这事儿 他就没跟俩哥哥说 一瞧这俩哥哥变本家的力了 家里边招登的人就多了去了 乌烟正气 他就在家忍着 一直忍到四十五 这才二次顺家里出来 又找老师去了 老师是二次再造 明智禅师把毕生绝学 全教朱三爷了 朱三爷又随时洗五十年 这才二次回到朱家堡 这回再回了一瞧啊 家里又多一老道 把家里所有的机关消息 全改造了 朱三爷回来说 大哥哥你们这要干嘛呀 说你怎么出家了 所以我跟着老师碰上一和尚 我就跟出家了 这以后这家没分住了 怎么没分住啊 我都不正哪有机关消息 我碰哪回头再给我伤着 你不跟老师练武 我能武练得不怎么样 他说瞎话 他实在瞧不惯哪 俩哥哥这个习性 您那先这老道领着我走一圈 把家里的埋伏 您都告诉我 大爷一听 那三爷回来 那就让他走一圈吧 让老道带着他呀 整个把家里的埋伏都讲一遍 三爷可就提出来了 我上坟地住去 住去有坟地 在朱家堡外部挺老远 后山 我躲清净 我是怕在家里头受伤 大爷二爷 你爱上哪上哪 你这二十多年不回来 我们过得也挺好 也知道老三跟自己哥俩不一心气 三爷可就躲坟地 您可听明白 在坟地待着 可是在坟地待着 天天晚上回朱家堡 他功夫好啊 我倒瞧老大老二怎么做 万一那边要逮着狭一道呢 这些机关消息害了人呢 我就给救走 苗爷调翻班历了 朱三爷来了 朱三爷所有的这些机关消息 他都知道 他就把翻班打开了 没等朱家堡 得苗爷呢 他先来了 上 苗爷一伸手 他把他苗爷蹬出来了 你认识我吗 和尚不认识 你姓什么叫 我姓苗 叫苗泽苗润语 还侠客 侠客怎么到这里头了 我这这事有机关消息 你是什么人 我是本家三爷 苗爷说你本家三爷 你救我干嘛 我是本家三爷 是本家三爷 我跟他们俩不一心气 你呀跟我上后山 我们家坟地 就给他带坟地这儿来 在坟地这儿住好些日子 今天敢于秀娘啊 要走独龙所 这儿可是呢 朱三爷往外送苗爷 在护装盒这儿碰盛 三位见面说了 一往经过 那您要都知道 里边机关消息 咱就不怕了 我跟您进去一趟吧 好啊 走吧 有我在这还怕什么 可是有一姐 您这么大的 昆元旗见子 我刚把苗爷救出来 您跟着我 可得寸步不离 我走哪儿 您走哪儿 嘿 朱三爷领着苗泽苗润语 领着鱼秀娘 夜入朱家堡 他走哪儿 这二位走哪儿 那机关消息都难不住了 正往前走 揣拉一道黑影 约秀娘仗剑翻身就追 可不出色下坏 又不能喊 站住别跑 那这一 保人全听见了 新的话题都不听话 你要一人追 你非中的机关消息不成 准重埋伏 跟苗泽两个人 一回头的功夫 虞秀娘已经跑远了 头的这黑影三晃两晃踪迹不见 虞秀娘伸手拽出来秋风乐月扫一瞧 再找 朱三庄主跟苗大哥已经找不着了 一瞧这屋亮灯 来到这屋外的接着窗户一瞧可了不得了 西安侯在屋正看书呢 咯 虞秀娘一瞧苗爷爷出去了 我把西安侯这刺死脑袋拿回去就得了 顺窗户王里这么一蹦 拿宝剑一扎西安侯 连脚底这块地板 在西安侯坐那椅子 枯叉全下去了 自己往上这么一蹦 从上面下来一笼子 大铁笼子怎么那么合适 整把余秀娘罩子一下 夸叉一下 给关笼子里 再瞧这笼子下来 天然的地上有这么一槽 严丝合缝整扣这 余秀娘一瞧 这就把我难住了 秋风乐月扫啊 再瞧这笼子 大概比这个大墓哥 焊点的铁条 秋风乐月扫过去 插一拉就开了 那我不就出去了吗 把这秋风乐月扫 伸的俩铁条当劲 嗯 嗯 不断 把宝剑撤出来 再瞧这铁条连七瓶都没破 啊 这笼子 是何人打造 这可干了 把宝剑围着腰里 用手一端这笼子 举也举不起来 可把这么大的女建个余秀娘给难坏了 天明被祸遭秦 怎么办 没办法把宝剑又拿出来 新的话 我拿宝剑当巨石 我也得把铁条巨舍一根 我得出去 拿这宝剑 使足了进照这铁条上面来回这么一锯子还真见效 锯半天 锯进一口气 吃点刃 再想拔都费劲了啊 那就往下锯呗 他这宝剑没有巨号石 他有人没齿啊 您怎么这个东西又不知道什么打造 这笼子打不开了 余秀娘这么大女建可眼泪都快下来 费劲费大了 从外边来了一人 这个人哪 冲于秀娘说了话了 别着急别着急 这么锯齿什么时候把这笼子给锯开 没关系 我呀 把您大救出去 于秀娘文庭死话 彻宝剑 抬头定睛官桥 呦 大话者非是旁人 正是坏事班 张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